屏油产品流入市面 食安问题不断延烧 会服务食药署今天下午召开记者会 说了公布最新稽查结果 也说明未来将采取多项措施 防堵屏油事件再度发生 屏东县环保局也针对相关人员警觉性不足 导致后续屏油事件一发不可收拾 向国人道歉 屏东县环保局对于相关人员 未能在第一时间掌控情况 导致全台屏油风暴越演越烈 召开记者会检讨致歉 我们的人员执行了他的职责 但是没有更激进 更主动去做相关的一个发掘事情的一个做法 那这个是不够理想的 那这个部分所以这个是我自行处分 除了屏东环保局长自行处分 针对搜游风暴 卫服部食药署召开记者会 邱文达亲上火线强调要除恶物禁 推出措施包括 在10月31日之前将使用油纸业纳入食品追踪溯源系统管理 提高检举奖金 提升相关人员稽查能力 修法加重刑责与提高罚金 卫服部食药署并公布至14日下午2点为止 染修品项从昨天的133项增为155项 下架回收的违规产品数量超过370吨 其中12.3吨已经销毁 未来如何防范未然考验政府的执行能力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